去旅行想去得開心 不少港人都會選擇自由行 不過最近就多了另一種選擇了 有調查發現近四成的受訪者 會選擇去到日行再參加當地的一日旅行團 近2000名的受訪者入面 46%的受訪者 認為參加當地的旅行團比較方便 不用找資料和計劃交通 而超過三成人就被活動的介紹吸引 其中近半數的參加者 花了大約500至1000元 都是日本一日那些 滑雪和士多啤梨園那些 方便一些 有旅行車一日半日去郊外的地方 白川鄉的時候是參加Logo Tour的 限制區 一般如果自己去的話會麻煩 一來遠二來不是讓很多人去 一定要跟他的Tour去才會方便些 公佈調查的旅行社說 結果反映港人對碎片化服務的需求增加 看到很多自由人的旅客 去到當地亦都會希望多一些選擇 亦都看到市場的數據裏面看到 當地遊的需求都很高 即所謂碎片化的產品 在裏面可以簡單到門票、交通 或者是一些餐食的預訂 或者是一些近郊的旅遊活動 都是需求很高的 客人希望有自己的自由度 還有自己喜愛的旅遊模式 調查又發現近九成的受訪者 試過旅行時去過多一個城市 梁港男認為反映了香港人精明的一面 希望爭取時間去多一些地方玩 Live TV記者 廖樂欣報導